同看电影故事 贡品离合悲欢 这里是熊猫电影 刘耀军的养子离家出走了 如果你路过那个小渔村 也许会看见夫妻俩在街头巷尾找孩子的身影 这个时期的男孩最为叛逆 村里的人只记得夫妻俩是在十几年前搬来的 至于为什么一个做生意的人要从城里搬来这个偏僻 语言不通的小渔村 就无人知晓了 一连几天 孩子都没找到 雨却猝不及防地来了 雨很大 旧房子里很快就积了水 暖水瓶 衣服架 草帽 横七竖八地飘在水面上 很多以前搁在角落的东西 也趁着这场雨纷纷浮出水面 包括一直放在柜子底下的那个旧箱框 里面的相片是十几年前照的 那时候 刘耀军的亲生儿子还没腻忙 夫妻也还住在那栋热闹的老房子里 记忆轻飘飘地往回走 那伙正是计划生育的年代 随处的喇叭中都在提倡着游声游语 逼坐的走廊里 妇女们在切菜 热油 翻炒 药军的妻子蒂云也在准备饭菜 今天是儿子刘兴的生日 恰恰也是挚友老沈家孩子沈浩的生日 两个孩子同年同月同日生 是命定的福分 两家关系很好 几乎没有秘密可言 但丽云有心事 她又怀孕了 老沈的媳妇海燕是厂里的妇女主任 主管计划生育 如果让海燕知道 这个孩子必定是留不下来的 丽云担心不久就要显怀 药军却平静地给自己点了支烟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她说 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 海燕还是知道了 那天 海燕叫车接丽云去医院堕胎 留下两个男人死死地困住药军 药军心里明白 那本就是海燕分内的工作 实在是怨不得 她搓搓手指 瞅了眼手背上的伤口 沉默地坐在手术室外等 原来 大势所趋 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手术出了点意外 丽云大出血 加上她的子宫臂薄 这辈子 怕是没办法再生了 药军没再和丽云谈起过孩子 但她知道 丽云一直都记得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时间久地让人误以为 会一直这样平淡地过下去 可谁料 命运突然就翻了脸 一向喂水的流星 在水库里溺水了 得知消息的药军 什么也顾不上 她抱起孩子 拼了命地往医院跑 迎面而来的火车声 她也听不见了 只记得自己粗重的喘息 可到底 还是没留住孩子的命 一起去水库玩的沈浩 被吓坏了 突然大哭 还说胡话 当晚就发了高烧 药军明白 流星的死一定和沈浩脱不了干系 尤其是当老沈拿出菜刀 让自己杀了沈浩一命第一命时 她就更加确定了 但药军也明白 沈浩还太小 她想恨 想怨 却实在不知道 自己该恨什么 怨什么 丽云的心死了 同样崩溃的还有海燕 海燕对丽云无法生育的事 始终愧疚着 终日念念叨叨 命运这张大网 两人都被缠住 走不出来了 为了忘记 药军走了 和丽云一起拦下 夫妻俩领养了一个 长得很像儿子的男孩 也换作流星 老沈也曾去看望过两人 但彼此客气 生分 竟聊出一种疏远淡漠来 雨停住了 养子仍旧没回 药军借着去城里登报 瞒着丽云 见了一个人 那人正是老沈的妹妹 莫莉 药军知道 自己是带着私心的 其实 早在十几年前 两人就暗暗生了倾诉 他们曾是场里的师徒 但碍于彼此的关系 一直克制着 都没戳破 但这次 莫莉是来告别的 她要出国了 趁着这次出差 她想和耀军道个别 一晃又过了些日子 耀军接到了莫莉的电话 莫莉告诉她 自己怀孕了 应该是上次见面的时候 留的孩子 她知道 夫妻俩一时想要个孩子 所以她想替哥嫂还个债 因为这不是我和丽云的孩子 耀军说 如果接受 那就一下亏欠了三个人 孩子 丽云 你 耀军又说 莫莉明白了 自己始终走不进耀军心里 她该走了 离家很久的养子 也终于出现了 但她不是回家 而是要走 因为她看到了报纸上 自己身份证办好的消息 耀军自知 留不住她 十几年来 这个孩子 始终乖巧地扮演着 流星的角色 现在 必须要让她 做回自己了 取得身份证 养子面向屋子 深深地跪了下去 丽云安静地站在门口 目送第三个孩子离开 她能感觉到 有什么正从身体里抽离 些许是希望 又或者其他 她真的撑不下去了 夜晚时分 丽云写好遗书 自杀了 察觉不对的药军 又像当初抱流星一样 抱着丽云去医院 一路狂奔 大口喘气 将所有的希望 都压在自己的壁弯上 好在 抢救及时 自内日起 只剩夫妻二人 还在小渔村里 守着自己的殿 这一守 又是十几年 守到自己 白了头 守到当年的沈浩 长大成人 这些年 老沈下海经商 早已成了地产大亨 儿子沈浩 也成了一名医生 唯独妻子海燕 内疚成疾 病入膏肓 海燕临终的愿望 是再见 药军夫妻一面 时隔多年 夫妻啊 又一次回到了 当初那座城市 海燕昏睡着 在白色的病床上 她听见了丽云 轻轻地唤她 就挣扎着 睁开眼 在俯下身的丽云 耳边说 我们有钱了 不怕 你可以生了 这句话 海燕憋了半辈子 她始终觉得 自己欠地云 一个孩子 而她不愿带着 这个遗憾入土 海燕的葬礼结束后 沈浩送夫妻亚回去 在二老面前 沈浩坦白 当初流星的死 是因为自己 非要拖着她 往水库深处走 一时失了分寸 夫妻亚安静地坐着 没有太大的情绪 其实 这么些年过去了 当初无法接受的现实 他们早就已经接受了 彼此都释怀后 耀军夫妻 仍旧住回了小渔村 而养子 也终于在多年后 回了家 旧时曾饮 故人酒 今朝无人 满金尊 两人三餐 余生事 一步一晃 晚此生 电影《地久天长》 英文名 So long my son 这是个有关 友情 亲情 和爱情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 一讲 就讲了几十年 在这几十年的日子里 日头出来 日头落下 急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瓜 又向北转 人归还何处 也许有些伤 这辈子都无法被治愈 但我们 神要体面 勇敢地 活下去 故事配老酒 明朝在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演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